字幕提供 來 我們來介紹這一隻是 Figma 569 字幕提供 叫做Mika 那這個是穿旗袍的 那現在這個官網有在預購 白色的 那白色看起來比較好看 黑色個人覺得沒那麼好看 它有預購兩種顏色 那為什麼買白色呢 白色它的鞋子 高跟鞋是白色 那黑色的話 在別的Figma的這個 樹底上也有 所以不用特別買 那紅色只有這個 紅色旗袍才有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來開這個是 Figma 569 紅色的旗袍 好 這一包 來看一下 裡面有這個 旗袍 好淡寶 那手勢也是筆葉 握拳頭 空心的這個 拳頭 這個並沒有不一樣 只有多了這個 這個要做什麼用 貼紙 看一下這是要做什麼用 這個G是要給你黏這個 蝴蝶結的那個 扣子 扣在這裡 哇 這有點麻煩 可以看到 這個很清楚 這個G就是 這個 貼紙 貼紙 貼在這個 林口這邊的蝴蝶結 也就是說 這裡 真是有點麻煩 超不喜歡貼這個東西 這隻MICA 那 先看一下它的配件 兩雙赤腳 大概就是這三個蝴蝶結 等一下來試一下 看要怎麼 把他搞不清楚 配件就這樣 本體 那這個 MICA的這個頭型呢 還算不錯 是一個包頭 那這個包子是固定的 這個顏色 是屬於灰紙灰紙的 那有兩個耳環喔 它是固定在這個耳朵上的 所以它的縮型大概是這樣 那它只出了一個頭雕 並沒有其他的頭雕 黑色的內褲喔 紅色的鞋子 那看一下這鞋子 這裡有沒有染色 目前看似沒有 OK的 那我們就來幫他穿一下衣服 這個衣服 很單薄 就拉起來 然後再把它套上去脖子上喔 那 它有個訣竅就是 這個稍微壓一下 就可以套上去了 衣服稍微就把它 往後 這樣就黏好了 至於齁 它前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蝴蝶結喔 那我這邊是有 用了這個 雙面膠喔 貼上去 那雙面膠不夠黏 可能 可以再 稍微 再換一下 再換一下 好 紅色的 那把頭雕 放上去 好了